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戊尹丙成丙武己害 这个八字他是在那边说 他接下来他去找命理师 命理师跟他讲说 他未来会有20年的一个财运 他会可以赚很多钱 他当然一听到这个他应该是很高兴 可是实际上 这个八字我们要来看看 在八字上的运程 给他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该怎么去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一个这个大运 这个大运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火生不及土 地支我们知道五味一合 就是水生木克土 这边五味合水来生木克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他的一个八字来说 因为他没有财运 所以他先以食伤作财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食伤是受伤的 当然进入了财运 进入了财运 这时候财进来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就要以财作财 我们来看 来更生 更生的话他就会变成是 我们来看一下他变成是 火生土 来生金 还不错 那地支就会变成了 怎样 他就变成是木来生火 亥水生 亦木生吾火 生成土 生生金 所以各位 你看到他从这边变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他的一个财运的变化 非常非常的大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不然的话以他的一个八字 来讲的话是官运还算不错 官运还算不错 可是进入了 你看这两柱大运他是不不一样 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兴有 进入兴有大运 他会怎样 丙兴一合 丙兴一合以后 雾极朵 然后地支 乘有一合 他就变成什么 水生木 怎样 来生火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他来讲 他的一个财运 从原本没有财 变成一财 过来又变为零财 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新有大运并不是他的财运 在整个排列组合里面 他的财运反而一直被合 被合的一个情况下 反而会变成是财运不佳的一种状况 所以他真正的财运 其实就只有在这一柱大运而已 他这一柱大运是他真正的一个财务状况 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其实没有到二十年 顶多就是十年 好 当然一听到这一边的话 没有二十年 十年也不够 我先跟各位讲 有总比没有好 有总比没有好 在这时候该怎么办 来啦 我问你嘛 你这时候财运其实是不佳的 只是表面看起来 实际上不好 你到下一柱大运 你还有很多年可以努力的一个情况 来 你到这一边你该怎么做 你要大富大贵 你要怎么做 你要赚很多钱 你要怎么做 这时候我只会提出一个问题 假如你在这边是一个上班族 到这边也是上班族 请问你会变得多好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假如不改变的话 你怎么赚大钱 我问你 你现在做 来讲你又赚不到钱 对不对 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在哪里 你这时候你要赚大钱 请问你的能力在哪里 你的能力在哪里 你先跟我讲 你不要跟我说你有运 有运不成功的人比比皆是 最重要的是运给他的 他有没有能力去抓取 有没有能力去抓取 这才是重点 所以你不要只是批了一个八字以后 就很高兴的说 我自己要大富大贵的 对 好 要大富大贵 请问你凭什么要大富大贵 你凭什么 凭你有一个好八字 凭你的运气很好 这样就能大富大贵了吗 这些大富大贵的人 各位你去看看 有哪一个是很糟糕的 没有吧 每一个都是很厉害的人 我们不要讲说那一种直接接他老爸的 他不学无术 然后有一个好老爸 我们不管他一些 我们常常讲的八字是跟你有关的 你那富二代 那个是你老爸的 的能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富二代你八字来讲 跟你八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要说他天生富贵 跟他八字一样的人 他不一定都有一个很好的老爸 各位不要拿这个倒果为因 不要拿这个倒果为因 时常有太多人 这个天生富贵格局 你妈的这样穷的要命 天生富贵格局 对不对 也就是说八字不跟你扯那些 就是你的家境背景 因为每个人家境背景不一样 八字就是给你运势而已 你怎么去掌握这个运势 所以相同八字他会不同命 为什么会不同命 很简单 每个人所处的能力不一样 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每个人的选择也会不一样 就算财运好 很有可能这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碰过伤的东西 他就很保守 他很有可能就在一般工作职场上 所以他财运好 顶多反映的是什么 就是他比较不抽钱 这一种状况而已 你没有大富大贵 有的人 对不对 天生富贵 为什么 老爸老妈是经商人 就会教育他 就去从事商业活动 很有可能他从小耳濡目 他就去从商 所以这些都是八字 没跟你讲的东西 也就是说八字 他根本没有在管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他只是单纯给你一个运势 但是给你运势了之后 你该怎么做 你要怎么去抓取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们常常就遇到 老师我什么时候会遇到真命天子 对 假如八字是绝对的事的话 照道来讲 他在他的官运或者财运好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结婚了 他就一定要碰到对的人 可是实务上 你们会发现到很多很多人都没有 为什么 八字给他的是一个机会而已 结果我们碰过了 老师我的什么时候真命天子会出来 我就说在上个大运 有人跟你求婚 你为什么不结婚 他就说我放弃了 各位 你可以放弃 又没有八字说你绝对的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种情况 好运你可以说不要 谁跟你说八字是决定你的命的 没有 可是往往好的时候你都会放弃 但是偏偏坏的时候你都过得紧紧 当然你就随于连连 各位 不是就只有好运你才会好 坏运你一样也会不好 就看你抓哪一个 看你都是抓到好运还是都抓到坏运 就是这样子而已 只是来找命理师 我们碰常碰的人大部分都是抓到坏运 好运的时候都放他走 坏运的时候抓的紧紧的 最后都撞到头过血流 常碰到这种事情 各位 常碰到 所以各位 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就是说八字只是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运势 你自己本身的能力在哪里 你自己要评估 你要大富大贵 请你把大富大贵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一一的具备 要不要解 除非你说你都不具备 你就会牵热透 说不定真的还让你中到热透头脚 你就两亿三亿 这个对你来说可能就大富大贵了 可是通常各位 凭这一种运气得到的财 你能够掌握吗 我们都知道这一种热透让你中到的得主 七成以上全部都会打回原样 甚至比原来更长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他能力赚到的钱 他只是凭运气赚到的钱 自然凭运气来的 就凭运气他就会不见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能力 能力 能力这一块 因为八字他本来就不会决定你的命 了不了解 他只是给你一个运势 你要怎么去掌握这个运势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